《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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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这儿有坐吗 没看哪儿放东西啊 前面前面前面 怎么您坐这儿来吧 行 起来 小姐 她有传染病 您小心点 要不然坐完怎么没人坐完呢 小姐她真的有病 要不您换个地方坐行吗 小姐 要不您到我那儿来坐吧 哦 好 哦 不了 我坐这儿挺好的 小姐 真的有病 嗯 不要往前 你有病知道不知道 传染病人怎么办 听话啊 咱们一会儿一会儿就要 走到家了啊 哎呀 救命了哎呀 快 住手 快 哎呀 快 哎呀 快 快 往前 快 救命了 救命了 我们的警察 医感疤在过后追谁 停车 走 我们的警察 快 救命了 快救命了 救命了 快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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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校园 来救我 大鬼小人家 校园来救我 快 校园来救我 哥 快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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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曾啊 老季啊 又来了 老汤呢 老汤去局里开会去了 半年才回来呢 来来来 坐坐坐 老季来了 好 坐啊 谢谢 来 怎么样老季 最近过得怎么样 最近觉得这个身子骨啊 不太对劲 哪儿不舒服啊 还是我那老胃病啊 现在倒好 不疼了 过去一疼起来你知道 你继医院查没查 这不刚从医院检查回来呢 医生说呀 再观察观察 你说什么呀 老季啊 老子他们快回来了吧 估计快啊 我跟他们联系不上 山里边都没垫 我老了 不中用了 孩子大了 有责任了 现在不是在什么野链子里面 穿 走 快 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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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踢我哎呀 我跟你说啊 你再不老实 我怎么收着你 我犯什么法了 啊 我犯什么法了 我跟你说这行警察 我犯啥法 我今天行警察 我就不打你了 你不说我能知道吗 哎呀 哎呀 吞死我了 走 走 哎呀 哎呀哎呀 吞死我了 哎呀 我冤枉跟你说 我也没找你们 没惹你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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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行了 你完没完 你真以为 我们抓你是因为你打我们 拐卖妇女 可是要犯坐牢的罪 知道吗 拐卖妇女 我没拐卖 我们将钱买货 我们花钱的 签字画鸭 我 我有自觉 你看 这不是我 嘿 嘿 正好 这人就是小李子村的 那正好啊 自己给我 自己给我 我媳妇跑来怎么办 老是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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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展望 你看看你 看清楚了啊 这是我的证件 你 我们是来这办案的 城里有几个姑娘被人贩子拐卖到你们这儿来了 拐卖 我没拐卖 我们花钱买货 那是我们的血汗钱 我 我没拐卖 来 谢谢您 来这碗 哎姑娘 这碗是给你的 哎谢谢您 还有吧再给他尝一碗 我不给坏人吃 大娘啊坏人也是人 您总不能看上他饿着吧 我只有两个碗 哎 我没动过 吃吧 拿着 大妹子 我不是坏人 在我们那儿秋桥补路 被娃娃上学 都会什么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啊 你不是坏人 那坏人什么样啊 把人家大姑娘绑在那儿弄回去 干嘛呀 不是坏人 怕你个十年八年算亲的 这是姬政理的病历 今天初步观察 好 不太乐观 有门处可能会有个流走 会发展成癌吗 很难说 先住院观察 有情况马上通知我吧 他女儿季兰不在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等我去 我跟着副主书 副主书是个精明人 是个干部 又有文化 我跟着他 能犯错误吗 我们将钱买货 张罗 我说的 都是真的 你给我听着啊 犯大罪的 是那个叫刘晓娥的女人 还要你们那副支书 先骗了人家姑娘 然后再骗你们 看人家刘正伟 是省委 政治部的政委 专管我们贫困地区的 省委哪来的政委呀 她说她是萨奇尔夫人 你信不信啊 萨奇尔夫人 她是谁 关家媳妇吗 走吧你 来 给他把靠子也开 往这点啊 不就好 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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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啊 就我们副的书家 有个大彩店 她先付起来的 是 她哪儿来的钱 她是能人呗 都是你们这些人的钱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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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让那几个女人进来听听吧 让他们炒成一锅粥了 进来吧 进来吧 洪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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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呀 你到底想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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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大叔 那他们走吧 这不影响您工作吗 你哪儿走了 走吧 那我们上场 怎么进去啊 你自己啊 听说那个人是个副支书 不不不 这人不是什么副支书 只是我知道 招摇撞骗 自己封自己 是个副支书 我们早就要抓他了 这样 嗯 张望 带过来 走 走 干部 我这事儿就这样了 我不是骗子 我是跟他们借点钱 到时候我还给他们了 保证还 借着说 没了 没了 不信您上我家搜去 那些钱 打不完都在 因为来得不容易 我这人花钱比较仔细 我警告你啊 别跟我这儿刷醉皮子 没有 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 我实在吃晚饭 没出息 可是 赌啊黄啊赌啊 咱也不敢沾 我留着身子我还有用 您还不能 逼着我自个儿 安个罪名 也自己安上 我都没了 你放不放开 我就是不放开 我这用血管权买的 就是从你这里买的 我这里面还有收据呢 我跟你说啊 你看没有 这两位是从北京来的 半个人 是办案的 你花了钱 到时候我让副支出退给你 但是你现在 必须得放人 我就不放来 你要是不放 连你一块儿抓 快快 咱们去另外一局 往哪边跟上 哎 在留心怎么办 到底上哪儿是吧 他心里还有事呢 哎呀 你们怎么不信呢 真没有高中身啊 接下来再说 走 我还需要 走啊 去村里救那两个姑娘 你算是表现得还不错 钱也退回来不少 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啊 是是是 我知道 可是我 我就干这事 没干别的 都说你是明白人 还用我们提醒吗 刘晓娥手下的哼哈二将 就是你和彭定刚了 彭定刚 已经归案了 他态度比较好 认罪伏法 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 至少他还有条活路 我说 刘晓娥住在小北村 原来无保护 朱老大的家里 是他把那高书生给带走的 马村长 先把这人关起来 等我们抓到刘晓娥之后再审 别抓我呀 我退下钱 我就是跑跑跑 你怎么别抓我呀 你别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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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全收完了 我刚才说话是牛了点 可是我真没什么好交代啊 您到底还让我交代什么呀 你小子别跟我耍话头啊 来了三个女的 你就说骗了三个女的 要是一个没来呢 你就没事了 您知道 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我确实没什么事 我求您赶快结束 把我关进了完了 我实在熬不住了 七月十号那天你干什么去了 我 我看一朋友 叫什么名字 是男是女 什么关系 天气住在哪儿 说 说 刘玉环 女的 一般朋友 住在丰台南路甲二十九号 二号楼四门十三层一百三十九号 电话是六八四二五八三七 真的 大曾 还得多长时间啊 我要回去楼 小子 你说你一表人才 得干点什么不好 干吗非得干这行啊 北京这天可是越来越邪乎 还记得吗 七月十一号刮大风那天 天上下下雨 下的全是沙子 时间太长了 我记不住了 我想一想啊 七月十一号那天我干什么来着 我在路上走着 眼睛都这么开 你记得吗 我真记不住了 我这让人记忆力不好 一小时以前的事 我过一小时就忘了 你 你给我放了 不如骗 嗯 喂 来 我找一下刘玉环啊 你就是啊 我是公安局啊 我找你了解一下情况啊 那个七月十号 你和陆小飞是在一起吗 是这情况 好 陆小飞 你甭管记不记得七月十一号那天 北京有没有大风沙 你先交代七月十号那天你办的事吧 这么聪明的人还用我提醒吗 你知道女人吗 女人的战友欲要比男人强得多 所以对不起 刚才我给刘一环打了个电话 她只说了一句话 你没说了 我说了 谁都有走外城的时候 怎么着 那咱们就进入正题吧 那天我跟杨林上金山岭去玩 后来 出了一难的 我不认识 拿着刀 别让我躲开 别让我躲开 我能喝点水吗 您想吗 我就是一吃饭呢 怕事儿 我一看那男的 不是站长啊 我远你躲开了 好像他们俩还认识 这关系还不错 那人长什么样啊 您听我说啊 您听我说啊 我走以后啊 我没走远 我在草丛里边看着他们 这杨林吧 好像挺害怕 但这男的呢 又打他 杨林就生气了 后来呢 这男的又要亲他 他没让 他们俩后来又打起来了 我就听着 这男的好像大声骂他 杨林呢 让他给打躺去了 这男的又去撕撕衣裳 这时候呢 这男的往我这儿看了一眼 我赶紧跑了 他们俩在扭打的时候 都说了些什么 杨林说 你是谁啊 你管得着我吗 这是我的自由啊 就这些啊 还有 这男的说 我是你老公啊 怎么管得着啊 杨林说 呸 你是谁老公啊 那你为什么不报案 这种事情 说不清楚啊 他身上 有我的指纹啊 我们俩不 那什么来着吗 我害怕 他们呢 他们俩已经想通了 先走了 你不用担心 他骗你的钱 我们会让他还给你的 走 小飞 你等一会儿 我留下 是给他带了点东西 小飞 小飞 你看 咱们最近 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日子 我呀 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你别拦着 一下就够了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们女人是不好欺负的 我要像孔编辑一样 哦 谢谢你们了 走 你也是个骗子 是吗 刘一环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事实上就没有绝对的事 在哪跌倒的呀 就在哪站起来 这回呀 你要在监狱里站起来喽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跟一环呀真心相爱 她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你笑什么呀 姓孔呢 你别笑了 你也是个女的 这就是在这儿 这要是在荒岛上 我十分钟就给你搞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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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搞东西 滚蛋 我们这儿不去打 违反记者 这儿 大曾啊 你没跟刘一环通电话呀 哪也没用 刘一环肯定向着她 至少不会马上出卖的 女神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呢 什么都不利 得了 少做总结吧 你说 你怎么把你 陆小飞给骗了 杨林被害那天是7月10号 毫无疑问 陆小飞对自己7月10号干过什么 特别清楚 可是后来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对7月11号的事情 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就很明显 7月10号这天她有问题 早就编好了一套东西 准备了应付 我突然发问 她来不及反应了 只好实话实说了 就这么简单 那杨林骂的那个人是谁呢 不知道 风铃开始吧 那就白干了 这个案子到上就算完了 颜柯结果也出来了 胸膝上的指纹不是陆小飞的 不错 不错 线索全断了 一通瞎忙活 老季 你别告诉季兰 她会影响工作的 放心 你这是良性肿瘤没事的 我知道 不管怎么着吧 别告诉季兰 答应我 她冲锋线症的 知道我病了 她分心 老季 你放心 国华不会干的 你这手术 各把小时就出来了 来来来 走走 王爹 我来给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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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 我来给你带来 我看事不宜迟 咱们应该趁天黑就行动 根据那个扶植书交代 这刘晓娥应该在这个 大北乡镇的小北村 这个女人特别狡猾 我见过她一面 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这次一定得抓住她 出个大害 我听人家讲 这个刘晓娥 在四川是个打工妹 在成都九眼条老五市场 被人一下就卖到这儿了 她倒从这混出来了 成了拐卖妇女团伙的头 在我们这方圆百里 这些混合里头 没有一个不知道她的 对不起我插一句 有谁知道小北村 以前这个五宝户 朱老大住在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个大概 具体的也拿不准 找那个老朱不就行了吗 他不是质保主任吗 怎么样 周克经常就来个 一语中递的 大夫 怎么样 手势很成功 你们放心吧 我代表病人家属 谢谢您 谢谢您啊 你们不是病人家属啊 是是 老朱起来了 谁呀 真急赶紧的 我报派出所了啊 我 派出所老马 市区来人找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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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上库里坐 老朱赶紧把衣服穿好 今天晚上我们要逮刘晓娥 您给我们带个路 刘晓娥不在村里头 这你就甭管了 赶紧把我们带到 朱老大家 好好 那我穿一下衣服 快点快点 别磨蹭了 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进来 这老朱啊 肯定有问题 嗯 你要记得吗 咱们第一次来他们家的时候 你问他认不认识刘晓娥 对 他说不认识 并且说不是村里的人 刚才睡在迷迷等等怎么说 你一问他 他马上就说 刘晓娥不在村里 先甭管那么多 看他现在能耍什么花招 哎 穿件衣服那么长时间 怎么还不出来 快点啊老朱 快走 坐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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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你也太乱了 我把脚给崴了 没干什么 没事没事 往哪儿走啊 你往那边走 走 我扶着你 走 我扶着你 从这儿过了 哎 这块不是这个水菜生 对扶着那块儿走 等会儿 张婉 啊 小婉人 去看看 立方 或许多 哎呀 快 朱丽军 这谁家的孩子 大半夜的 这不缺险吗 朱丽军的孩子 朱丽军的 放心 他跑不了 快走 谁呀 钱庄的老猪啊 让我来给您报个信 几点了 干什么呀 有重要的事 老猪说找一个姓刘的大姐 告诉她有重要事 不在下呀 可能进城了 哎呦 我可真有急事啊 小李昭的复制书已经被逮了 派出所呀 可能要往这边来呢 老毛子也被抓了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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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着 别动 快 您不能抓我 北京关于局里 我有人 老师 胡姐是我家亲戚 少废话 胡姐还跟我们一个儿吃个饭呢 行了 这回啊 胡警长要请你吃黑枣了 走吧 走 起来 起来 我没得住啊 什么啊 你管我 上车吧 上车 我没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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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吗 没事 我能走 我 我有点失态 没关系 对不起 来 别 别 我不好 没事 没事 行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回去吧 回去好好休息啊 刘晓鸥 你老是交代 那个叫刘欣的高中生 你给卖到哪儿去了 你说那小姑娘 他现在可享福了 他跟了老朱的傻小子了 那朱立军那边怎么办 老马 他跑不了 好 赵克 你跟马松长先把他们俩押回去 张网 咱俩去到朱立军那儿 哎 哎 小王 你跟他们去 哎 好 走 走 走 站住 往哪儿跑 二位高抬贵手 我们把姑娘还给你们 还给你们呢 二位 跟着了我们这一回吧 我们就 我们都是我们的儿子 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 要绝好啊 这个姑娘 我们一个手指头都没动 姑娘 快过来 你是刘欣 阿姨 阿姨 我不是太多忙了 阿姨 姑娘快点 好 孩子 别哭了 快跟我走 走 来 走 老朱 我们可怎么办呀 你是损人不利己 走 你点一点 看看找找什么东西 行了 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说 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两个通讯录 为什么那旧的上面 有我的名字 那新的上面反而没有呢 按理说 我不该说 那就算 来 傻样 那本旧的有你的名字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认识你 这本新的 是昨天刚换的 你没有了 一个女人 会用心 把自己心目中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她会在自己的心里 给这个男人建立一个通讯录 空姐 你真伟大 案子破了 你有毛病啊 什么案子破了 那个快要跟杨琳结婚的男人 按照你的说法 杨琳是不会把他记在通讯录上的 如果把杨琳的旧通讯录和他的新通讯录对了一下 那个男的就出来了 你心里就有这个破案子 没别的事啊 你心里有这个破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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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啊 有了 你看啊 跟那个新通信录一比 这上面明显多出仨人来 其中两个一看就是女的 另外一个男的叫黄行飞 真的 回来 高总 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 查了半天一点结果都没有 黄行飞就跟失踪了一样 弄不好被罪潜逃了 那这样 我到局里申请通缉令 抓黄行飞 好 昨天的通缉都在通报 好 谢谢 大总 昨日通报 金山岭发现死尸 黄行飞自杀了 不大让人能理解 根据材料提供的情况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 杨林和黄行飞相爱 可这杨林呢 是个水性洋花的姑娘 自从认识了陆小飞 找不着美了 两个人约好了去金山岭 被黄行飞当场捏住 黄行飞慎怒之下 把杨林给杀了 杀了以后自己觉得生活没劲 也许怕被咱们抓住 律师在山洞里自杀了 就这样 裴大总 那你这案子就算结了 真没劲 查了半天 还没收到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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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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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别动啊 行了 行了 我又不能吃 够了 够了 一小子 来 坐吧 是吧 你想办法弄个龙翼车 咱们回族里看看去 我都想篮子了 没问题 咱给它来个神不知鬼不觉 干这手啊 你可是专业的 你等着我 你说篮子他们到了吗现在 您都问多少遍了 我刚给局里打完电话 既然正审的拐卖妇女娘案子呢 我不进去啊 别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 她心软 她一看见我这个样子 就工作不好了 那我把门缝开大点 你从门缝里看的 好好好 咱们在门缝里看看就行 把门缝里看给你 生活的良好 她已经被我们的手 送到刘山小哥 交给她 幸连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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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住这